两眼血液原著,沈血液肮脏地出身才是沈家悲剧的根源。沈血液错怪了丽泽良很多年,两人的爱情因家庭的变故一度走进绝境。沈血液把丧腹之痛怪罪在了丽泽良的头上,疯狂地报复丽泽良。 丽泽良是何等精明的男神,他早就看出了沈血液险恶的用意,却还是纵容他将他脱下苦海,宁可自己千疮百孔,也要护他安好,只因他是他心中永远的血液。 直到真相揭开,沈血液才发现自己报错了仇,沈家的灾难并不是因丽泽良而起。 谅言血液原助理提到,沈血液的父亲沈志鸿和丽家有交情,两家在商场上的合作是强强联合,互相成就。 然而沈丽看似固若金汤的关系,却还是陡然瓦解了。 沈家公司出现了状况,丽氏果断撤资,沈志鸿走投无路之下寻了短见,祸不单行,沈血液的姐姐沈血情经不住打击,从三楼一跃而下, 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重创,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昔日风光富贵的沈家变得支离破碎,满目凄凉。 沈血液和丽泽良曾是一对亲密的校园恋神,丽泽良见死不救,落井下石,含了沈血液的心。 沈血液在绝望之下,开车坠狐浪,是丽泽良不顾自己的性命救下了自杀的沈血液。 沈血液并不知道舍命救他的人是丽泽良, 他更不了解的是,丽泽撤资并非是撇清关系, 而是丽泽良打算先全身而退再出手帮助沈家。 年轻气盛的丽泽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没能成功救活沈家的公司。 而沈家会出事是因为沈血情转移资产的非法操作, 所以沈血情才会因为愧疚和悲痛跳了楼。 沈血情疯了,他只能认识亲近的两三个人, 妹妹沈血液对于沈血情来说就如同是陌生人。 沈血液并没有为姐姐的遭遇感到多悲伤, 因为这对姐妹本就彼此喜欢不起来。 良言血液原著提到, 直到成年,血液才正式进入沈家, 由随母亲的苏姓改为了沈姓。 沈血液是沈家不光彩的私生女, 这也是沈志红在落难时几乎没有贵人出手相助的一大原因。 沈血红在商业上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但他混乱的私生活直接为他的人品打了折扣。 沈血红的妻妾共享严重伤害了两个女儿。 沈血情对妹妹沈血液没有爱,只有恨。 恨沈血液的母亲夺走了父亲的宠爱, 恨沈血液要与他分割沈家的财产。 沈志红贸然把沈血液接回了家, 沈血情本能地排斥这个妹妹, 因为沈志红对沈血液的疼爱是肉眼可见的。 沈血液从小调皮可爱,深得沈志红的欢心, 沈志红会宠溺地换我的血液。 本是豪门独女,活得像公主一样的沈血情有了危机感。 沈血液的存在是沈血情心里的刺。 沈血情骂沈血液是野种, 不甘受辱的沈血液出手掌锅了沈血情。 良言血液原著里写道, 后来的那一巴掌下去, 终究彻底撕破了彼此的脸。 可是如果人生能再选择一次, 也许血液锅姐姐的那巴掌是无论如何也落不下去的。 那个时刻所有人都很急躁, 以至于根本没有察觉血情的心情。 为了打击沈血液,沈血情不惜以自己的婚姻为代价, 服从了家族联姻的安排, 只因对方是沈血液青梅竹马的好友, 詹东震。 凡是沈血液喜欢的人和物, 沈血情都要抢过来。 沈血情特意警告妹妹, 别在我面前装得多清高似的, 我警告你, 詹东震早就是我的未婚夫, 如今我们正式订婚了, 你要再来烦她就是小三, 你妈就是专门勾引人家丈夫的, 你可别来个女成母业。 沈血情的咄咄逼神, 让沈血液同样对这个姐姐厌恶到了极点。 良言血液援助写出了沈血液的心声, 我只愿这一生她都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 不要和我有任何瓜葛, 即使这么想, 我仍旧是沈家的女儿, 得规规矩矩地去看望我爸。 沈血液想再掌握沈血情一次, 却被沈血情巧妙地躲过了。 沈血情对同父异母的妹妹沈血液说, 别以为爸爸叫你回来, 你就是沈家的人了, 告诉你, 无论沈家的财产, 甚至是其他什么人, 我都不会让你盯底。 沈血情也的确说到做到, 沈志鸿身体出了问题, 把产业交给了沈血情打理, 沈血情明目张胆做了手脚, 她的叛逆不是首次。 沈血情曾在外训酒作乐, 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 沈志鸿对女儿的堕落愤怒不已, 将沈血情关了三天。 母亲心疼女儿, 讽刺沈志鸿说道, 你平时也不管, 就知道给她钱花, 宠着她, 如今出了事情, 又打又吼呢, 有什么用? 女儿二十多了, 如果不是你在外面的那档子事情, 她哪有那么叛逆? 沈志鸿在外面的那档子事情, 是整个家庭挥之不去的阴霾, 沈血情从骨子里对父亲又爱又恨, 她的报复全是因为沈志鸿种下的恶果, 沈志鸿背叛婚姻, 又随意把私生女带回家, 没有平衡好两个女儿的关系, 偏爱小女儿, 沈血情的公主梦华丽地破灭了。 她在公司的账上做了手脚, 用尽各种方法捞钱, 表面上沈血情的疯狂是为了利益, 实际上她正是用这种决绝的方式 报复着父亲。 东窗事发后, 沈志鸿没有责备沈血情, 而是将罪责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沈志鸿对沈血情说, 血情, 爸爸知道你为了血液和他妈妈的事情 一直怨恨我, 所以从小不是你不想听话, 而是爸爸对不起你, 让你生气, 是爸爸有错在先, 让你这么难受, 于是你觉得自己越坏, 对我就是越大的报复, 真的是爸爸的错。 父亲的认错让沈血情潸然泪下, 沈志鸿临终前的父爱让沈血情后悔不已, 他不该任性去害父亲, 绝望之下, 他走了父亲的老路, 沈血情坠楼未亡, 成了精神失诚之人。 昔日光彩夺目的小公主, 最喜欢被人围绕, 做人群中的焦点, 结局却最怕见双人, 离开熟悉的环境就会不安, 这何其讽刺? 沈志鸿替沈血情收拾烂摊子的事, 没有告诉沈血义, 他对立泽良和沈血义说, 我们的这些话, 希望你不要让第四个人知道, 对血情的将来不好, 而且尤其不能告诉血义, 求你什么都不要跟他说, 他还是个孩子, 不可能明白这些事情, 要是他知道我为血情做出这些, 肯定会更不喜欢他。 沈志鸿以为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两个女儿的和平相处, 他自以为安排的周全, 却低估了沈血义的倔强。 沈志鸿离世后, 沈血义崩溃到寻死, 活下来后假装失忆, 不动声色地报仇, 他把仇恨的目标对准了利泽良, 害得利氏险些破产, 被卷进沈家悲剧的利泽良太无辜, 而沈血义之所以如此心狠, 离不开他的成长环境, 父母相继离世, 却不能合葬, 他从小就背负着私生女的耻辱, 为了不爱欺负, 他像男孩子一样勇猛。 沈血义知道什么时候反抗, 什么时候示弱, 就连情绪他也可以完美伪装。 良言血义原著里写道, 在遇见血义之前, 利泽良从没有发现过一个人, 能将眼泪那么收放自如, 毫不拖泥带水, 他可以上一秒钟再哭, 下一秒钟就咯咯地乐。 他也可以上一秒钟 再气势凌神地和人对抗, 像一只在战背中竖起毛发的小猫, 下一秒钟嘴巴一撇, 就梨花带雨, 楚楚可怜。 后来他暗自观察才琢磨出来, 什么时候是他装的, 什么时候是真的。 也许是他的天性, 也许是他在那样的家庭中, 不得不练就这种本领, 所以他一时觉得他可爱, 一时间又心疼起来。 沈血乔的怨恨是大张旗鼓, 沈血义的抱负才最诛心, 两姐妹风魔的背后是父亲沈志宏的自私。 好在沈血义和利泽良最终解开了误会, 利泽良用他的深情感化了沈血义, 两人修成正果,甜蜜完婚。 良言血义原著, 沈血义肮脏的出身才是沈家悲剧的根源。 沈血义的母亲是个温柔贤淑的女人, 逆来顺受, 不是图钱财和沈志宏在一起的, 却到死都没有名分。 良言血义原著里写道, 夏天是血义最爱买衣服的季节, 她一个月的生活费只得几百块, 苏妈妈虽然温和, 却在金钱上很固执, 绝对不许她随便用沈志宏的钱。 沈志宏背叛婚姻, 忽视结发妻子, 公然在外养外事, 既伤害了两个女人, 也给两个孩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沈血情叛逆, 沈血一心狠, 良姐妹的成长都带着原生家庭伤痛的印记。 论能力和眼光, 沈志宏是让利泽良都要敬佩的人, 但事业如是中天的沈志宏, 在感情上却有一笔糊涂张。 沈志宏致死不知, 正是她在感情上的放纵, 才给沈家带来了灭顶之灾。